拿出铝棍 伸到就医回收桶里 顺利将塑胶袋勾起来 因为里面装的不只有衣服 还有一卷现金 这名老公会这么着急 原来是在整理衣服时 误把一袋就衣服丢到回收箱 没想到老婆在衣服里 藏了一万元的生活费 却被她丢到就医回收箱 担心会被爱骂 第一时间不敢坦诚 早上里长帮忙 里长帮忙 但恰巧业者不在基隆 里长只能够土法炼钢 用铝棒勾捞 终于捞到这一袋就衣服 顺利找回一万元的生活费 拿出来的时候就是 她放在衣服就是像这样一万块 绝在一起用橡皮筋绑着变成这样捐的 对 旁边下半顶上去捉腿 我才知道 她说把家里的生活费都放在那里面 我只需要四个月 我 没关系 如果捉回来就好了 捉回来可以看她的 不要再捉 她不是把她捉下去吗 三个月捉两点多钱 捐衣服差点变成捐钱 好在最后有里长帮忙 才让一万元失而复得 但老翁下回再也不敢主动帮老婆整理衣服 记者黄绍民进入报道